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查老将相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少找尾码了解一下 好 香港现在是否已经成为 还是很快就会成为 一个失去的独特优势的大陆城市呢 这个疑问 不仅是前南华早报总编辑 王向伟的疑问 也是热爱和关注香港前途命运的 所有的人的疑问 王向伟今天写了一份文章 他痛批香港的官僚主义 行事主义和享乐主义 指责他们这只是一味的迎合北京 他认为香港的政治精英们 正在加速这个曾经伟大城市的大陆化 很客气 这座城市很快就会阳关 阴干 萎缩 王向伟现在还在静会大学任教 当然他原来是南华早报的总编辑 他说当我们告别动荡不安的2023年 迎来更加不确定的2020年的时候 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一直压在很多人的心头 让我们不能不不得不认真地思考 这座伟大城市的未来 但最近的两个例子表明 种种迹象 对于上次的问题的化解都不是好兆头 比如说 他个人的一个接触经验 他去年年底香港一队有影响力的夫妇 开始维持一个月的加拿大美国之行 他们拜访了对这个美加地区有广泛了解 或者曾经的香港和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亲戚朋友 这些接触的人都普遍的一个反应是 香港现在要么已经是另外一个中国城市 要么很快就会变成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 他说这对服务中的一个人 陈正英最近告诉王向武 这些言论加速了香港高度自治的现实和观念上的消亡 王向武也很感慨 这对夫妇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 这些年来海外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的确非常的悲观 可能基里部更不利的看法 更多的中国大陆的朋友 都认为香港已经在迅速的退社 已经成为另外一个中国城市 我这两天 我接触过的所有的台湾朋友 都无意义的发出了感慨 香港这么闹下去 实在太可惜了 究竟习近平他的想法 那么最近呢 社交平台上又有一个被广泛传播的刻薄的评论 把中环交易广场在香港港交所的所在地比喻为历史的废墟 理由是交易量太低 股票指数急剧的下降 对这样的一个指控和感慨 香港特区官员的回应是软弱 无理他只是一味的指责外界三部 对香港的误解和偏见 但是他没有很好借这个机会理解和解释 香港的一国两制之下的不同之处 我们把时间回到了2020年的6月 北京把国家安全法强加于香港 在这之后 很多人都坚定的认为 中国政府就一直想打算把香港变成另外一个中国城市 要香港什么特色 一国一制算了 算球 他认为呢 王向伟在为北京说话 他说这是对香港最大的误解所在 他的观点是什么呢 北京始终希望香港维持它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城市的独特优势 他说香港的政治精英们 现在其实已经有意识或者下意识的加速 这种曾经伟大的城市 现在还有一点点伟大城市的大陆 王向伟回顾了毛州时期以来的对香港的政策 一直以来他认为中国领导层对香港的指导方针始终未变 在这里面不知道习近平怎么想不知道 在毛泽东周恩来时期想就是八个字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所以才会1949年解放军止步 罗虎桥没有继续向前推进 三个师已经逼到了罗虎桥保安 1967年香港的激进左派被当局劝阻不要煽动 文化大革命的暴乱 但是已经被煽动 当时周恩来动员了朱德一家的老帅 写信给毛泽东 要他放弃在1967年9月收回香港 提前收回香港的决定 从20世纪的50年代朝鲜战争 到20世纪的80年代改革开放 香港这种具有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城市 其实对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 经济的发展已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的作用 王向伟很会表述 尽管习近平主席彻底改变了中国大陆的治理方式 北京也宣称对香港要拥有全面的管辖权 但习近平也誓言 中央政府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 要保持普通话的制度 也许在北京看来 保持香港作为中卫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本来应该是最理想的安排 王向伟比风一转 他说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 香港的政治精英正在推动香港的日益的大陆化 削弱香港独特的地位和优势 自己的志工了 哪一把刀身上乱砍 把老二也砍下来 他其中有一个最令人侧目 最明目张胆的例子 这座城市的建制派 建制派以外的所有的政治精英 正在大肆接受大陆式的 被大陆现在被严格禁止的 刑事主义 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 他说这些做法本来的中央政府 是被言令禁止 但是现在不一样 在香港 在中国大陆官员迎来送往 不亦业火 在各种场合的会所 奢华的晚宴上大吃大喝 配以杨贵的茅台酒的传闻 屡见不鲜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中国官员在内地吃喝玩热和参加公动活动 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管理 但这些人一来到香港 在香港的央企中企 在香港似乎不受任何的约束和规定的意义 所有的这些往下很痛心了 这些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其实是一种毒害的香港长期以来严格执行的 廉政和法治制度 大大小小行刑设置的精英政客们 急于表现政治正确 不惜照办内地的做法 高调举行各种图具形式的仪式 各种高调表现的研讨会 认真学习中国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宣誓效忠 致电致敬 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形式主义的做法 他还要提到另外一个担忧的例子 去年8月 一名区域会的议员 为了庆祝前往北京学习 主持了一场party狂欢活动 一时间包括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官 议员 其他建制派在内有500多个人 出席了方送会 这个事情在香港闹的动静很大 如果苹果日拜照 那肯定长天脸都修理他们 但是没有苹果他们放心 放开大家的手脚 尴尬的特区政府随后就限制 他们的高级官员的同一时间出席 这种奢华派对人数不得超过三个人 我之前有一个人大代表 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什么鸟事 然后呢 做生日 请了一大堆的人来 结果呢 上面还有好几个高官揽上了新冠疫情 哪有这么玩 但是已经有了 而且频繁的出现 现在香港的高官在旺季 每天要出席四场五场的公外活动 立法会那些狗屁议员 出席的活动更多 成了招牌 成了赶场的跟叶总会小姐一样 那些由建策派举办的高规和仪式和研讨会 让人很怀疑他们有多少时间的从事本职工作 立法会的工作 监督政府的工作 一天四五场 肚子都吃大起来 他们哪有心事坐下来认真的研读议案 研读香港问题 更糟糕的是 在实施国家安全法和全面改革香港选举制度之后 奔来踏着那些爱国者的议员 七议员 很容易就当选 叫什么名字我们叫不出来 但是外界的感知 他们的确是没有很好的履行指责 别说英文不会说 普通话都讲不准 对政府和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相反 他们就被视为一指 吃喝玩乐 他们最有见识性的想法 对立法会议员要搞一个party 唱卡拉OK比赛 过去几年 中国和香港的官员都在敦促香港 要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尤其在大湾区的发展 以国家发展战略尽快衔接 这些说法无可后悔 但给外界看 香港这些打工的议员官员也罢 他是被动的等待和接受 领导的指示 这个意象很深刻 当然北京誓言 要对香港实现全面管辖权 这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意象 香港的公务员 正在静静地等待中央政府的指示 中央制作没有指示 他频繁地派出学习考察团 前往北京 希望得到如何向前迈进的信息 比如说 最近 有香港官员指出 在香港了解不了中国国情 他们要组织代表团 考察团 学习团 到延南地区的实地考察 当然肯定要去杨家国 他们希望到北京去到各个部门去拜访 希望能得到如何向前迈进的信息 王向尾说 这两种看法对香港来说很不好 是不祥制造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末 北京大陆事先的改革开放之后 北京一直希望香港不仅能提供投资 还能提供到法律服务的城市管理的经验和技术 邓小平生前说过 希望能到内地再造几个香港 另外 北京虽然已经全面管制香港 以确保只有爱国者才能管理这个城市 但要命的这些爱国者 多数人没有管理经验 夸夸其谈 普通话讲不准 英文更糟糕 大陆的官员这些人 对如何管理一个资本主义城市 一无所知 喝起茅台 喝起味水肌 是一口一口的闷 让我们香港这些官员 去向这些一无所知的人请教 如何管理香港 是香港现在最糟糕 最下等的选择 香港本来应该做的是 利用它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去影响北京的决策过程 让北京的领导人的决策 更有利于外国投资和贸易 很遗憾 到此刻为止 香港几乎没有这样做的迹象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在香港决定扩大人才性计划 以阻止专业人才持续外流之后 成千上万的内地的朋友 专才申请来香港定居 他们为什么要申请到香港来定居呢 原因就一点 他们看好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 但是他们这些人 多数人尤其对香港正在成为 另外一个中国城市的看法 极为不安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慨 我也接触过 不管是王向伟也接触过 他们说 如果香港正在变成另外一个中国大陆城市 那么来香港 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很多方面对很多热爱香港 关注香港前途命运的人 来说 感知就是现实 我们所有的感知 所有的感慨 所有的感想 全部是严酷的事实 香港要向何处去 其实也关系到中国要向何处去的一个大事大会的问题 可惜 领导人就这么想 香港搞得再好 也是资本主义 这句话没错 香港之所以搞得好 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制度 难道要香港 今后的一国两制事件 要进行两种制度优越性的比较和竞争呢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这边的院子 能不能找人 开 开